我们现在去讲一下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电芯的包装 包装盒的改进 吸塑 那这个是电池的 整机包装 你看这里 这是电池袋包装的 你看它同样一个型号 11 Pro的 这是排线的 以前呢 是拿这个包装 来装电芯 装电芯呢 这是 这是装电池的一个吸塑盒 装在这里呢 这里就没有保护 再加还有这些小配件 放在这里面 不是很复权 然后这里保护 所以我们早期的时候 这里会加高温胶带来保护 那加高温胶带有一个弊端 就是客户在撕高温胶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把镍片撕掉 就会反馈 不太好用 那然后我们就 进去又做了新包装 开了模具 那看到这个包装了 这个就是专门做电芯的 然后这块呢 就有个壁空 然后这个是R芯的 然后这部分的电芯的涅片 就在这里保护起来了 然后这些包头 这个绝片呢 就会放在这里面 然后这样我们有个盒子 把它盖住 这样就很稳